米饭一向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主食之一 但是要让米饭同时兼具色香味 而且还是老少咸宜 那就不容易了 今天为您介绍凤梨炒饭 西式生菜沙拉吧里头 常见的木醋芽 在中式的素食料理当中 改变了原有的单纯面貌 而有了新的口感 建议您亲手试试看这道木醋成双 最近正值美与季节 到处都是湿沙沙的 多吃红豆 可以蓄湿沥水 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为您介绍这道点心 叫做红豆蛋糕 今天我们为您配介的精排厨师 是林荣裕林师傅 林师傅有了三十年 丰富的厨艺经验 目前担任台中精华酒店 中餐部的总主厨 以及中华美食展筹备委员会 中餐烹调技能鉴定的委员 他最擅长福建菜系 以及海鲜料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凤梨炒饭这道料理 所需要的材料究竟有哪些 首先我们看到这边 是广东香肠两根 另外这边准备半个洋葱 四分之一个生菜 前面这边肉松 我们准备一小碗的肉松 另外一根葱 两个鸡蛋 这边我们准备一大碗的白饭 另外一个凤梨 调料的部分 我们这边用鲜味露 大约一小匙的鲜味露 一小匙的胡椒粉 以上这些材料 就是制作凤梨炒饭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了 很多人出国的时候 常常会被一些 国家的美食料理 深深地吸引 对 往往想要再去那个国家 最大的目的 就是再去吃 那边的好吃的东西 对不对 像很多人呢 可能在这个 离我们邻近的国家 像大家都去泰国的经验 可能泰国呢 这个 这个沙发地卡 问好之外呢 常常吃到就是凤梨炒饭 但提到凤梨炒饭 泰国的总是比较辣一点 但是今天我们请到这位师傅 从台中来 应该是精华的这个主厨了 是 这师傅呢 他说他是年纪很大 其实他看起来很年轻 对不对 怎么会看起来 对不对 三个人在一块 助言有数 助言有数 所以今天请到林师傅来呢 他教我们这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凤梨炒饭 但是怎么样 做个道地的就有学问 我们请师傅来示范好了 要不要跟我们来 逐步逐步讲解 一个做一个好菜 一定要先从配菜开始 是 那我们 顾名思义就是凤梨炒饭 一定要有很多 一定要有一粒凤梨 但是凤梨你全部肉加上去 那你就不能吃了 那是少量的凤梨肉 那我们先把 所以只需要这么一点点的凤梨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要不然会太酸太甜 以往有人在做水果菜 他都可以 可以把水果的甜 混跟糖混去掉 要不然你吃那些水果料理 水果菜 可能就是会太甜 或许太酸这样 所以我们只取少量的那个 很少量刚好 配那些换大概 主材料如果是换的话 它大概 如果说是一等份的话 那凤梨应该是差不多 差不多0.1 就是十分之一的凤梨 只要一层就可以了 十分之一 要不然你太多的话 可能会太酸又会太甜 像我们平常吃这个凤梨呢 吃多了以后会 舌头啦 或者会有一种刺刺的感觉 是不是用这么少的量 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 那个应该是这样 因为凤梨它会 它因为是酸的关系 吃凤梨常常有人会 破嘴 加一些盐 盐水来泡一下 对对对 它是防止那个嘴唇会破 还有那个舌头都会 会有点涩涩 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真的很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菜的凤梨 需不需要事前泡盐水 不用不用 不用 不需要 另外那边切出来的凤梨肉 你可以用果汁去打成凤梨汁 还可以喝 那个是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来不及了 遇到他 被我偷吃了 这么爱吃的人 还来不及包到果汁机里面 都会来到全部你有 刚刚在录的时候 已经跑去跟小师傅说 那个凤梨不要丢掉 对对对 他已经去跟你的那个助手讲说 那个待会那个不得丢 让陆阿姨就把那个 剩下的凤梨全把它吞掉 像师傅 你今天有搭配这个广东香肠吗 在这个凤梨炒饭上 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角色 可以扮演 那它等于像类似 湖南菜辣肉那种类型的肉 那它炒起来会特别好吃 而且它等一下爆香的话 就是先从 先从那个广东辣团去爆香 还搭配着有洋葱嘛 好 那我们这个洋葱就是跟 配跟那个腊肠配在一起 等一下要爆香的 好 那我们大概准备的材料 还有葱花 你看 你师傅你看 在他们脑筋里面就开始有蒜盘了 先把所有的冰酱全部把它招出来 来 处理完了以后 干哪一锅就分到哪一锅去 对 一下子分成两锅 好 那配菜的方式大概就是这样 是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开始来起锅了 来起锅 好 还有两个蛋要打了 小火关小一点 我们稍微炒蛋有一个 你要炒蛋之前就是蛋不要打得太散 那通常蛋要炒好就是说 慢慢地加 慢慢地加这样 它不要太散了也就是这样 有点颜色变化吗 蛋也不能打太久 打太久的话 它蛋的弹性跟颜色就不会很爆料 不是说这个蛋打打打打打 要充分地把它打散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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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香香酥酥的味道都跑出来了 还要看时间 在适当的时机 再加上这些材料 腊肠 还有洋葱 还有青葱 还有那个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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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饭也忌惠 因为忌惠太油 太油腻反而不好吃 是吧 对 最好就把那个饭炒到松松散散 最佳的地界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调味料非常简单 那大概这样凤梨再加上去 好 好 吃着把凤梨加上去 好 我们现在适量的再把饭加上去 好 吃着把饭加上去 饭就一般吃剩下的干饭就可以吗 对 干饭就可以 像一般来做炒饭炒饭要炒得香香酥酥 你煮饭有没有说特别要处理过 没有 应该是西螺的米还是寿司米 西螺的米和寿司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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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炒这个款 那换加上去以后 我刻意把火关巧就是要慢慢加调味料 那我今天很特色的一个柴味道就是昆布粉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以味精都有敏感 所以我们加一点点的昆布粉 那这个所谓昆布粉 对 所谓昆布粉就是 用海带去提炼的 好 那个胡椒再加上一点 加上一点点胡椒 然后切入大概跟酱油浓缩 差不多是浓缩三倍 那你加酱油的量 少两倍 大概纤维露就可以 因为纤维露比较鲜 那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我需要一点水 好 因为炒饭都不太有 隔天的炒饭 它水分会细干 那你适量的加一点水 反而会更好 不是说因为隔天的炒饭 更容易炒得干 炒得松 所以您还要再加 但是你太干也不好 太干也不好 因为这个米 这个米饭已经过干了 好 我看我还需要一点水 我特意再加水 可能就是也有一个作用 就是让一般家庭主户还是很少炒过饭的人 他是说炒饭加水是什么用意 他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米饭隔一天 米饭它很容易糊 很容易坏掉 它也会有那个 那个仙人掌杆菌的滋生 吃起来不太好 像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判断出来 为什么你要需要加水 那您判断出来 您是从哪个位置判断出来 因为米饭一拿出来 它就没有什么水混了 干干涩涩 所以你加过第一次水 后来又加第二次水 是怎么样看 你觉得它那个饭已经太干了 对 这个可能是应该是经验累积 好 那就差不多了 那最后我把生菜倒下去 这样就可以 那我们先把那个火关起来 是 起锅 起锅 这条红来很大 这个凤梨好大的颗 现在这样全家人的胃口都非常开快 好 然后我们再适量地加一些肉松 肉松下去 这样这个肉松会放很多 好 那就如您所言吧 加多一点 好过瘾 好过瘾 好 好好 太香了 哦 赶快 我们马上就可以上桌了 尝尝看今天的凤梨炒饭 Sawadika Sawadika 来来来 师傅 来来来 我等一下 这个比我们去泰国呢 吃了凤梨炒饭 看看整个味道是什么感觉 泰国好像做这个凤梨炒饭 上面没有 里面没有加这个 网式的香肠 对不对 没有 那中国人其实是以米饭为主 对不对 米食为天 所以你一天三餐 几乎两顿都有吃到白饭 那你可能吃腻的时候 让家里面放学的回来 下班的回来吃一点变换的口味 妈妈也不会觉得很烦 每天都做一样的东西 对 然后你搭配一点点好吃的料理 这样菜都不用太多做了 像师傅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炒饭吃起来会很油 那今天你炒菜这个完全不油 然后非常香 它的要觉是什么 可不可以这样跟我们复习一下 不油腻很简单 不油腻就是说 其实适量的加一点水 炒饭的适量后加一点水 它可以收油 是不是要冰过的白饭比较好呢 不是不是 绝对不是 因为冰过 因为通常炒饭都是 剩饭 剩饭菜嘛 剩饭 剩饭你放在冰箱 它会吸收水分 所以你在炒的时候 你要适量加一点水 炒起来才不会那么干那么深 但是今天的这个 凤梨炒饭呢 跟泰国风味果然是不一样 加上这个广东式的香肠 很香哦 希望电视机和观众呢 去试试看 加上这个广东式的虾肠 而且也许你们家 喜欢吃不同的肉松 对对对 谢谢林师傅 谢谢林师傅 这么好吃的凤梨炒饭 凤梨炒饭的自作大纲 首先我们将洋葱 香肠 凤梨 切成丁 美生菜 切成丝 鸡蛋 打散 放在旁边备用 接着我们起油锅 先将打好的鸡蛋 放到油锅中 爆香一下 然后加入白饭 香肠 洋葱 凤梨 一起 拌炒均匀 炒到饭粒松散 并且加入适当的调味料 调味 最后再加入切好的美生菜丝 一起拌炒之后 就可以盛出来 放在挖好的凤梨壳中 然后我们在上面撒上少许的肉松 就完成了这道凤梨炒饭 美食速速看 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金牌厨师 是陈国村陈师傅 他有着21年丰富的厨艺经验 曾经担任过人道素菜餐厅的主厨 现在则是金兆颖餐厅的行政总主厨 除此之外 他还曾经为达赖喇嘛来台参访的时候 设计过素食的宴席菜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木素成双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究竟哪些 第一个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春卷皮 我们准备四五张的春卷皮 放到这边 另外我们这边准备一个红苹果 然后这边是紫色的高丽菜 我们准备一小块的紫色高丽菜 一小根黄瓜 这边是素的乌鱼籽 素的肉松 以及菜酥 另外这边准备的是一盒的木素芽 大概是六到八两左右的木素芽 这边是素的沙拉 也就是涂带沙拉 另外准备两张的海苔 以上这些材料就是制作木素成双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了 因为节目里面陆陆续续推出了一系列的素食料理 所以呢才能够有机会 跟着陈师傅开始接触很多素食的烹调 也才让我接触到很多特殊的东西 让我这样 怎么会这样子 譬如说今天又有个东西 怎么是素的 而且今天除了它之外 其实我们要推荐更好的是这个 这道是你在沙拉爸会看到 其实这个对健康来说最好的木素芽 对 营养又健康 这个东西我看在眼里 我可以反射出来我的味觉它是什么味道 但是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 素的是什么味道 所以现在看在眼里 我的味觉还是反射出来 必须要切一段那个青蒜 夹在一起吃那种咸咸的那种特殊的味道 但是师傅今天其实综合这么多 要帮我们做出一个木素成霜 名词也很好听对不对 我们先满足了 让师傅先做好了 待会就告诉你这是什么味道 我闻起来有火腿的味道 你不要流口水 等试吃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材料部分还有苹果 对 苹果 我现在就是要把它木素芽 整个包成是两个味道 对 特别是这西方有句名言 一天一颗苹果 那个病膜就远离你 是 靠近健康 所以苹果本身就是 维他命C非常丰富的 对 然后首先我们先把它削好 看陈师傅现在的动作只削半个 所以 对 还可以留半个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包的话 等一下可能没有那么多 它待会都会自动消失 对 这里有这么多人 等一下还是有很多人可以吃的 相信也有很多人跟我抱持了同样的想法 那个树的乌鱼籽究竟是个什么味道 把它切丝 然后我们泡在盐水里面 免得它氧化了 免得它氧化了 一样把中间这个籽去掉 因为这个籽比较暖 然后旁边这个比较脆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去掉 然后把它切开来 然后这个是树的乌鱼籽 这个是断掉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要切长断的 这个是烤过的 它这个是乌制品 对 对 它这个是乌制品 所以说其实一样 只是说它做的形状 做的形状跟 乌鱼籽 对 跟乌鱼籽一样 所以说它是乌制品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捞起来 然后水分一定要沥干 因为等一下要包的话 水分不能太多 免得包出来才会好看 整个炒掉 对 像这个木树芽的话 它现在因为刚洗完 所以说水分也是太多 就是说你立的叶甘的话 它包起来越好看 不会让整个春卷皮 甚至紫菜外表变形 对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包 包两种 首先我们先从春卷皮 开始包起 乌鱼籽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对 你是丁的那个木树芽 我是看了素无于此 这个木树芽我特别要介绍 这个一样是杨明山竹子湖栽培的 所以说它这个水质是相当好 跟一般我们自来水栽培的不一样 其实要跟你们介绍是 因为它得天独厚的地方 它有那个水质的关系 所以说他们栽培出来 那个董老师栽培出来的 这个木树芽是相当好吃 还有我们要放一点沙拉跟菜酥 还有菜酥 菜酥跟肉松 然后沙拉要放一点 沙拉的多果也是一样 看你自己喜欢吃多少放多少 然后这一个我们是放肉松 树的肉松 对 肉松 然后等下另外一个是放菜酥 肉松的话它跟菜酥 这两个是差不多 但是这个棉子是比较密一点 就是比较细一点 是 对 然后一样把它剪紧 要包裹得非常紧 对 包不同口味的 对 我们一样一种是把它包两条 然后一样这一次还是一样 包苹果的味道 所以即使这个木树芽本身是一个水耕的蔬菜 有机的蔬菜 但是因为它添加的水不一样 所以它的整个感觉也是不一样 而且它还有一个我要特别介绍的 它杨明山它栽培的这个木树芽它都很短 它很短的有一个道理存在 就是说它的生长期 它这个是刚好那个生命力最强盛的时候 我们把它吃进去 那一般在卖的话它会这么长 这么长的话它已经 就是说它生长力已经长过头了 当然还是有它的营养价值存在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这么短的话 它秤起来会比较 实在 对 比较不会那么重 是 就是说金粮比较不会那么重 但是吃起来营养会特别好 所以说它 因为那个董老师 他本身对这个东西 它可以是说台湾首期移植的 在种这个东西 特别是你知道很多有机的这种好的这种蔬菜水果 我们常常吃到一定要大一定要好 但是这个过程有时候 往往有些人他不小心放了一些农药 对我们就不好 其实有些东西 有些果粒 你看它有点好像有那个 有虫 但是事实上那就是表示没有农药 反而是比较健康的 对 不见得大又漂亮 对 像它这个是小 但是小是对他来讲的话 他说这个是最有营养价值存在的话 这样吃下去对人体是最好的 对 所以说这样子感觉 就感觉真的对他们来讲的话 很少 因为好像台湾现在的农药很少有这么细心 当然还是有啦 总是喜欢把它种得稍微大一点 对 因为 粗一点 卖了好价钱 对不对 它那个也是因为它复合客人 客人需要 所以说也是一种算恶性嫌犯法 对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紫菜 这个的都是一个颜色的搭配 像刚刚是用苹果 这个是用乌鱼籽 它整个两个的味道不一样 然后我们这个是要放菜酥 它这个因为 这个口感比较粗一点粗糙 所以说我们放这个是比较粗糙一点的酥 而且搭配的是海苔 这个菜酥在荤子里面的对比 是不是油葱酥 对 那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材料做出来的呢 这个如果没有拆错的话 应该也是一样是面包 比其猜 尝一口就吃 你是想要找机会偷吃 对 应该是 我在猜想应该是面包 没有错 吃完结果是什么 然后一样把每一个东西 都把它整个都加进来 吃不出来 对 对对对 因为它做的味道是相当好 好适 比较细 对所以说你要把它吃出来也是真的蛮困难 所以说你对这个相当熟悉 你看 沉师傅已经 非常体贴 把我做好的台阶 OK 起位 我还没开口就已经顺着楼梯就下去了 对 虽然味觉不清楚 好 我們這個紫菜的話不用太多 它是一個顏色搭配 因為等一下切下來的話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色彩在那裡 然後一樣放一點菜酥 然後一樣放一點沙拉 因為它本身的一個味道是一個沙拉 所以說你沙拉味道重多寡 是看你自己個人的喜好 是 那一般我們在用的話是不會用很多 對 然後這樣整個把它剪下來 好 好 捲成捲 對 捲成捲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切盤 然後一樣就是說 這個東西海苔如果 因為如果你現包現在切的話 很容易它很酥嘛 你包好再放一下切比較好 是 讓它軟化一點 對 讓它軟化一點 這樣切的話感覺會比較好 然後一樣 去頭去尾 比較不正奇的地方 然後你切的話長度都一樣就可以了 切成剛好一段一段 對 一口一個的份量 對 顏色也是很清爽 對 對 這個這樣它整個搭配的顏色 它是清爽很冷靜 你看陳師傅這樣 十個這樣翻過來擺過去 對 對 陳師傅呢因為經常接觸這樣子的食材 所以處理起來會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他建議啊 觀眾朋友在家裡面做的時候呢 能夠稍微放一下 讓那個海苔呢 對 本身沒有那麼脆 稍微軟一點點 對 對 你看陳師傅現在動作 像不像在洗牌 大麻將 排樣子 卡 好 好 來 這就是今天介紹的木樹成霜 好 木樹成霜 趕快看看這個木樹雙飛 感覺好像是在下圍棋 我曉得你一定喜歡這個黑紫 那我又用白紫好了 香菌對不對 怎麼可以這個 我真的很好奇 吃看這個素乎魚子 我知道你想吃那個烏魚子 那我是喜歡這個蘋果 因為我覺得蘋果應該也很棒 它是乳酪的味道 其實就是說它滷製品做成的 它聞起來 有點像是火腿的味道 因為吃到嘴巴裡面 好像是 乾乳酪 乾乳酪這樣子 烏魚子口感怎麼樣 不錯 那我要推薦這個蘋果 蘋果的非常的爽口 然後你會讓吃的人不知道 如果他沒有看到你做 他會不知道那裡面是什麼東西 可是嚐下去發現那個蘋果 我撒一點鹽的那個鹽水 鹹鹹的非常的舒服 真的嗎 嗯 加上木樹芽呢 整個是柔柔的感覺 可是很清爽 然後你發現你自己 慢慢快攪決 但是很好吃 好不好吃 嗯 好吃吧 不同的口感 好吃 非常謝謝陳師傅 謝謝 謝謝 木樹成桑的製作大缸 首先我將木樹芽清洗乾淨 小黃瓜切成條狀 紫高粒散切成絲 素乌魚子切成條狀 蘋果小區的外皮切成細絲 泡到鹽水裡頭備用 接著我們在桌上攤開春捲皮 然後放入適量的木樹芽 蘋果條 素肉松 擠上適量的沙拉 然後捲緊成為春捲 接著攤開海苔 同樣的鋪排入適量的木樹芽 烏魚子小黃瓜 紫色的高粒菜絲菜酥 然後擠入少許的沙拉 捲緊成為海苔捲 然後我們將已經捲好的春捲 以及海苔捲 切成適當的大小 然後擺在牌上 就成了這一個木樹成桑 甜嘴滑舌 今天我們為您推薦的金牌廚師 是梁淑穎梁老師 梁老師她有著18年 豐富的烘韧教學經驗 現在則是擔任 台北市農會的烘韧講師 除了教大家做菜之外 她還寫了很多有關的著作 前前後後一共有28本之多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紅豆蛋糕這一道甜點料理 所需要的材料就是哪些 第一個我們跟大家介紹 這邊是兩杯的紅豆 我們把它煮好了以後 煮爛掉 這邊是紅豆兩杯 另外糖 濕砂糖100公克 奶油 無鹽的奶油75公克 白拖油 同樣的也準備75公克 另外1 1茶匙的泡打粉 三個雞蛋 麵粉的部分 我們選用的是高筋麵粉 150公克的高筋麵粉 最後我們把它放在醬汁裡 鋪上了摩尺的小杯子裡 以上這些材料就是製作 紅豆蛋糕 這道甜甜料理所需要的材料了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起之 願君多才結此物最相似 不是這樣子的背的 怎麼會呢 因為我一個好朋友的弟弟 他在國外念書 那因為從小就是送出去國外 所以他中文都不好 就有一天到了17歲 他突然間跑回家爸媽說 我告訴你今天我會背中國的紅豆詞 人家說怎麼背 他就開始唸 他說紅豆 春南國 春來發起之 春今多才結 清無水相機 因為他是一個外國老師 用拼音的背給他聽 他們從頭到尾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他就過來朗誦 大家就說 你在唸什麼古怪的東西 但是非常可愛 其實很多 其實中國很多的詩跟詞 異經都非常美 但是如果你讓外國人唸起來 那就真的不知道 他在唸什麼對不對 可是今天我們聊這麼多 其實今天我們的主題 是跟紅豆有關係 紅豆有關係 對 比較好吃的 最相似的紅豆 對 紅豆蛋糕 紅豆蛋糕 對 好 怎麼開始做呢 我們這個紅豆已經煮過了 大概要煮多久 大概是 我通常我都是 煮滾了以後我就泡 泡熱水 就熄火 讓它一直在靜光在那邊 泡大概一個鐘頭 然後再開火 然後再煮滾以後再燜 再用小火大概煮五分鐘就好 因為紅豆滾吃其實是很難煮 對 要很費工夫的 所以現在差不多五分熟左右 現在應該全熟 全熟 不是 我說五分爛 五分爛左右 五分爛左右 但是已經軟熟了 看它筷子稍微夾的時候 對 還有一點點 硬的消火對不對 好 因為這樣子比較漂亮 好 等一下我們看得出來 好 現在 看到一顆相似豆 好 現在我們加奶油 把奶油放到攪拌乾淨口去 那我今天用兩種 就是奶油跟白油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樣做 不會覺得奶油味那麼重 然後用白油做起來的會比較軟 好 那現在我們這個白油跟奶油加進去 以後我們就加糖 然後我們去給它打 先進行油糖混合 油糖半混對不對 我們就先把這個奶油跟糖 先打 奶油 對 只是平常如果光打奶油的話 變乳白碎 能夠很明顯地判斷出來 對 黃變白 這裡面已經有白油了 所以現在感覺到 你平常打奶油的這種成功不一樣的 對 我再把旁邊刮一下 再刮一下 再刮一下 旁邊有一點 它有一點會噴到上面來 好 好 好 來 那我現在就塞一下麵粉好了 好 我們要半盒麵粉 好 麵粉跟泡打粉混合 可以了 差不多了 OK 好 把麵粉 泡打粉混在一起 然後在桌子上進行過篩的動作 你有沒有發覺我今天用的是高筋麵粉 它雖然是用高筋麵粉 但是我還是塞一下 因為有泡打粉 這樣比較勻脆 攪拌會比較均勻 對 那我們現在是把麵粉 一湯匙一湯匙的加到奶油裡面 這叫麵粉油脂的混合法 好 慢慢地加 所以它一定要一條給你 對 一條給你 對 老師你現在紅豆是不是要把它先弄爛掉 對 對不對 好不好 那薯圓附在那邊加粉 慢慢一勺一勺加 老師你就過來這邊 示範一下紅豆怎麼樣把它 好 來 薯圓 滷粉的動作交給你 我跟老師在那邊處理這個香濕豆 好 我們這個大概取一半 一半 然後壓成這樣 為什麼只要取一半呢 因為另外一半我要它有整粒整粒的感覺 能夠看得到顆粒 對 老師你看到薯圓 這麼多種的選手 滑噠 滑噠 好像真的是那種 很有技術的 做很久了 那個小姐請問你職業多久 哪一種職業 對 我實在是喜歡太多東西了 對 對 對 所以為了待會兒看到顆粒 所以老師留下了一半 對 紅豆在這邊 另外一半的紅豆 來 可是為什麼到現在 OK 雞蛋還沒有加進去呢 我們現在最後加雞蛋 最後才要加雞蛋 那比較高一點 高一點 比較高一點 好 其實它要打 攪拌滿久的 對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加雞蛋 現在開始加雞蛋 對 也是一個一個放 之前加麵粉的時候 也要有點乾 我們現在加了這個雞蛋之後 越來越柔軟了 最後一個雞蛋 攪進去 哇 有點點倒灰的樣子 沒有 不會的 那等一下就好了 剛開始都會有這種雞蛋 好 好了 來 下缸 好 好 好 現在我們就把這個紅豆 紅豆 紅豆拌進來 好 而且有特別 有些還帶有皮 有顆粒 對 很香 好 就這樣子拌 先把已經 逆爛掉的這些紅豆放進去攪和一下 然後再把剩下的 再把這個有顆粒完整的 因為你只有全部都顆粒的話 那個蛋糕吃起來 就沒有那個紅豆香 那我今天我用的杯子 這是這種布丁杯 那布丁杯的話 我今天可以電子去烤 好 那也可以不電子的話 你就是噴油 然後撒一點粉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 把它裝到大概八分板 好 因為烤完會膨脹 對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一個一個填成八分板 然後把它放到烤盤裡面 這個 烤盤底下不用再加水吧 不用不用 烤蛋糕不用 烤布丁 有些是底下還要再加水 對 像這樣的話 進烤箱要有多高的溫度 而且烤多久 你可以用150度烤大概35分鐘 像老師會建議像這到底 其實如果烤好的時候 熱的吃呢 還是說它冷的吃也是味道不錯 熱的冷的應該不錯 都可以 因為熱的是比較軟一點 對 好 我們馬上送到烤箱裡面 150度烤30分鐘 這個紅豆蛋糕 待會就可以吃了 我來紅豆 大紅豆 對 但是今天趕快來嚐嚐看 熱層層的紅豆蛋糕 超粗魯的 可以看到一粒粒的紅豆 你看 今天跟老師講的一樣 對不對 裡面可以完全的看得到 紅豆的顆粒 而且一定可以吃得到 紅豆的滋味對不對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動手做 而且剛剛在看老師操作過 覺得非常香 比我好像去什麼地方喝下午茶 都沒有這麼香 所以其實這個很多地方的細節 也是不能忘記 對不對 所以我們裡面的紅豆 要不要加這麼多 你可以不用加那麼多 你要是怕太甜的話 不用加那麼多 因為我們紅豆也加糖 可是這個東西吃起來 你… 淑淑你個人覺得 你想要吃到蛋糕多 還是吃到紅豆多 我們這個紅豆放好多 你剛剛把所有的紅豆都放進去的 好紮實 我一定要吃到一般店裡頭 賣到的紅豆蛋糕 有這麼多 紅豆這麼多的話 我一定給小朋友給他們搞的 那你就是喜歡紅豆多嘛 對不對 不是 我覺得它材料用得很好 對不對 搭配得很 很實在 很實在 不過我想說其實 今天我們有這個節目 最主要就是跟觀眾做分享 很多人其實非常喜歡 除了通潤之外 做點西點來過生活 那我覺得做這些好吃的點心 跟家人做分享 就算跟朋友聊天 你看你說我自己做了這幾個蛋糕 造型不是很漂亮 我想大家都會覺得你很有誠意 因為我們常常說理親人一眾 招待親戚朋友或家人 如果能夠這樣做 你的愛心都在裡面 其實料多料少 看家人的口味也沒關係 是是是 不過而且也不會太甜 我們發現老師的臉型都不是很甜的 我都剪了 都剪糖 他喜歡不要太甜 對 不要太胖 怕胖嗎 喜歡吃甜點嗎 看我們的梁老師就知道 這就是自己做的 喜歡吃甜點又不會胖吧 我們實在是 自己做的好處就是可以 減油減糖 是 好 謝謝梁老師 謝謝梁老師 謝謝 紅豆蛋糕 紅豆蛋糕的製作大缸 首先我們將麵粉與泡打粉混合過篩 然後我們將奶油和白拖油一起混合 並且加入了糖搅打到鬆發 然後再慢慢地加入麵粉混合 接下來再將雞蛋一個一個地加入 充分地攪拌 然後我們取一半的紅豆 把它在碗中壓成泥 同時拌入麵糊當中 接著再將剩餘的一半紅豆顆粒 拌入餡料當中 然後我們在模型外頭加上蛋糕紙 並且填入已經做好的餡料 放到150度的烤箱裡面 大約烤25分鐘就成為了紅豆蛋糕了 美食部隊隊抓住你的胃 一堆木頭盯在招牌上面 看上去非常骨頭的樣子 這樣子的店 究竟你用來什麼樣子的菜呢 沒錯 他們要的就是這種骨頭的感覺 因為他們是原住民的餐廳 原住民的餐廳一定有好奇了 裡面有些什麼樣子的好料呢 沒錯 今天我們要帶你去看的 就是這麼一家 位於羅斯福三段台大商圈附近的 漂流牧原住民餐廳 看看老闆今天要推薦給我們吃 什麼樣子的好康料理 來來來 我先對我來喔 到底原住民的餐廳 原住民的師傅 會為我們推薦什麼樣子的 原住民的料理呢 師傅 所以你今天為我們推薦的是 什麼樣子的菜 山苦瓜鹹蛋 山苦瓜要比普通的苦瓜 吃起來還要來的苦 但是偏偏有人喜歡這個味道 鹹蛋特殊的感覺 以及特殊的香味 是配搬台灣的好材料 需要哪些材料呢 材料就是需要我們山苦瓜 小小的山苦瓜 對…然後我們把它切片 切成一片一片的 對…好 然後我們在家裡蒜苗絲 蒜苗切成絲 對…還有一個鹹蛋 鹹蛋 對…就這樣子而已 對… 材料挺簡單喔 家庭主婦也可以在家裡面 學著來做做看喔 這個鹹蛋我們現在把它攪碎 好 把它攪碎 來 請開始做 這道菜本身就是一個原住民的料理嗎 這個不是 不是我自己後來加上去的 那怎麼會把山苦瓜跟鹹蛋配在一起呢 之前是客家他們是加鹹蛋 我是來加在一起 所以還參考了一點客家料理的風味 對… 有特色喔 來 我們開始起鍋吧 因為這個苦瓜呢 裡面本身有含水分滿多的喔 嗯 所以呢 下鍋的時候要稍微小心一點 我先要炸一下 然後炸了20秒之後 用它撈起來 可以把它撈起來 對… 不要炸得太過頭了喔 對… 對… 好 炸好的山苦瓜先放到旁邊 接下來第二個要處理哪個部分呢 這是蒜苗跟鹹蛋 蒜苗跟鹹蛋 是我們要處理的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我們就是加點香油 喔 用香油 對… 不用普通的油了 對… 好 蒜苗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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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下鍋 稍微來爆香一下 好 鹹蛋 已經把它搗爛掉的鹹蛋 這時候把它也下鍋 鍋子要記得稍微離下火 免得溫度太高了 稍微在鍋子裡面炒中一下 我們再加一個山苦瓜 炸乾燥好 再把山苦瓜加進來 這時候已經聞到了 正正的鹹蛋的香味了 加點… 稍微… 加點… 調味的動作 一點點調味料 加進來 按照客人的口味 記得喔 鹽不能夠放太多了 因為呢 鹹蛋粉是有鹹味喔 如果這個時候 還按照一般的量來放鹹 放鹽的話呢 恐怕待會兒吃到嘴巴裡 也就太鹹漏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對… 又是三兩下功夫 來 放在這邊 雖然苦瓜有過過油 可是看起來整道菜 滿清爽的嘛 不是很油膩嗎 好 這一道師傅推薦給我們的 山苦瓜炒鹹蛋 好特別的一家店 這整家店的感覺 都讓人家從進門 一直到坐下 一直到用餐 都可以感受到那種原住民 特殊的那種文化氣息 對… 所以師傅 您本身也是原住民嗎 是啊 美族的 阿美族 阿美族啊 對… 所以您是從台東那邊 台東… 東部那邊上來 東部那邊 到台北那邊來發展 對… 所以… 原住民的師傅 烹調原住民的菜 一定是很地道的 然後我們趕快來吃吃看 這個山苦瓜炒鹹蛋 苦瓜只有一點點的甘味 都沒苦味了 對… 苦味哪裡去了 不是山苦瓜 比普通苦瓜還苦暖 對啊 因為這是我把它炸…炸骨 炸過骨 炸過骨 過油的動作 就可以消除掉骨味 對… 你看這個道理 反而會吃到 鹹蛋本身那樣子 特殊的那種鹹蛋的香味 好了 這個是你介紹大家來料理的 山苦瓜炒鹹蛋 非常好吃 那今天你要推薦 我們的另外一道菜是什麼 這是… 蘭魚的飛魚 這可是一道道道道地地的 原住民菜喔 蘭魚的飛魚 只有蘭魚才能夠買得到 而且還要特定的季節 才能夠捉得到 究竟這樣子的菜吃到嘴裡 是個什麼樣子的感覺呢 炒飛魚 對… 太北買得到飛魚嗎 買不到 所以你們是從蘭魚裡面 進過來的 對對… 很特別喔 這也是比較硬 配酒就滿好的 配酒滿好的 對對… 越咬越香 很有那個嚼勁 對對… 大家嘗嘗看到 南魚呢 一到達飛魚的季節 滑得獨木舟出去 那邊捕飛魚 飛魚在海面上 飛來飛去飛來飛去 那你吃過飛魚 什麼感覺嗎 越咬越有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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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它像魷魚嗎 咬勁有點像魷魚 可是味道也不像魷魚 很特別的感覺 所以通常這道菜 這樣子 喝酒這樣子 你手上拿著這樣吃 對…慢慢吃慢慢喝 很有特色的一道菜 你們店裡面 除了這樣子的料理之外 應該還有很多原住民特色的菜 有…有很多 大概都會有多少種 差不多… 五十幾種嗎 五十幾種的菜 對… 那你們營業時間 大概是幾點到幾點 營業時間是 下午六點到晚上凌晨兩點 都做晚上的生意 對對… 所以這樣觀眾朋友 夏天島 如果晚上你想嘗試一下 不同風格的感覺 不妨走一趟台大山圈 嘗試一下漂流木 他們這邊有純粹 原住民的料理 一定讓你一夜晚 變得很原住民 我們謝謝王師傅 為我們推薦這麼好吃的菜 也希望你能夠喜歡 今天的內容 那麼… 也不浪費 我可以走來 致走那麼… 我也想想說